开卖会的主办地品吉时 比利时是世界赛哥的中心 他那每年都有大量的比赛 而且也公认比利时的哥子 是世界是最好的 那么其实呢 210万买个哥子 这个在中国来说呢 不是多一份 因为在这个之前呢 在咱们这个江苏无锡 有一位叫杨振东的中年人 今天45岁 他有个外号叫江南哥王 这个人呢 就曾经在2010年呢 花了是400万买鸽子 当然呢 他不是买一只鸽子 400万买两只鸽子 这杨振东就说呀 我花这个价钱买鸽子呀 这点钱还不算 这十多年来 我在鸽子上花了多少钱 2000多万 这400万的要我说不算啥 我年年都从国外 花大价钱买鸽子 最便宜的从国外买进来的 也得五六万 然后他就领着记者 到他养鸽子的地方呢 郊区 大概得有一千六百平米的 那么一个四层楼 说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养呢 说养鸽子呀 咱们有过养鸽子经验的 观众朋友都知道 最好是鸽子顶层 就你要住楼 它鸽子顶层最好 为啥 放飞方的 在一个最好四外边啊 没有什么高压线的 这类电线 要不然这鸽子容易出现危险 可是随着现在咱们的城市呢 大规模拆迁 高楼大厦遍地都是 这样的环境越来越少 就市里头 师傅养鸽子的地方 越来越少 所以不少养鸽子 成规模的朋友呢 都把这个地点呢 放在郊区 有的甚至放在农村 没事自个儿开车 到这来一趟 这杨振东 1600平米 四层楼 都是养鸽子的 他买了这俩鸽子 这鸽子呢 是兄弟俩 鸽子叫冠军号 弟弟叫卡尔 是他从德国买过来的 说这鸽子 怎么那么值钱呢 这个就跟咱们大伙养狗 说我是藏傲 血统得纯正 什么高家所斗犬 血统要纯正 讲究的是个血统 而且人家这个卖这个鸽子 那标盘上都写好了 爸爸在哪儿呢 他妈妈在哪儿呢 都得过什么好成绩 这哥俩呢 卡尔号冠军号 在国际大赛当中都获过奖 他们的父母呢 叫国王号皇后号 也在国际赛歌界 鼎鼎大名 得过奖 说这买来了 你这二位哥俩 各值200万 这得怎么养呢 记者跟他就到这个楼上看了 住在这个四层楼里的三层 这三层这俩哥子住的什么 单家 就专门一人一家 而且这屋里头配上空调 你一看这格局 你就知道 这得多值钱 给他们专门搭那个木质的鸽子笼 最好的鸽笼 这两边啊 放上精心挑选出来的瓷格 这卡尔是熊哥 哎 你得配种 挑这个品种好的瓷格 在两边伺候着 中间这门呢 能打开 他就方便呢 这瓷格 熊哥 互相之间往来 而且这还不算呢 就假如说你真交配了 这瓷格 生了蛋了 怎么办 不是由这个瓷格来孵蛋 而是交给那些呢 刚孵完了蛋的普通鸽子 他给孵 说白了就跟咱们请保姆似的 带孩子 所以就说在这上 你看那是下了本来 有的人说下这么大力气 这玩意儿除了玩还能干嘛呀 再说四百万这俩鸽子 鸽什么挣回来 哎 你别说 还真能挣回来 怎么挣回来呢 咱首先说 他这配种之后 我生的鸽子 这现在呢 这个冠决号呢 大概有五十个 儿子辈的呢 卡尔号呢 有这个八十个负辈的 其中有一个鸽子呢 在国内的大赛获奖了 得了奖金不说呢 这鸽子就必被一个商人给买走了 花了六万块钱 你看看 这不就能挣钱了吗 就说他们生的鸽子比赛 得了好成之后卖 那么这几年来 这个杨振东 每年都从这个卖鸽子当中呢 大概能收获二百万吧 当然不是说就是这个卡尔和冠军号的后代 他养那么多鸽子呢 第二个就是收入方式比赛 他这个卡尔和冠军号这俩鸽子 要出去比赛去 成绩非常好 他的赛季总共是 费了五次冠军 九次亚军 他这个鸽子参加比赛 三年来总共获得的总奖金 也得有二百万了 所以这个比赛奖金 这个也是赛哥的一个重要收入 鸽子本身是一些那个 很好的高山的体育运动 本身可以讨厌勤操 对不对 可以交流 全国的鸽友 通过这个鸽子的平台 成为朋友 鸽子的习性 咱们说他之所以才能成为赛哥 鸽子是天生飞翔的动物 鸽子的翅膀 可以同时提供福利与推力 羽毛下方有强韧灵活的骨架 很像人类的手臂 上臂 前臂 可弯曲的手腕 以及手指般的骨骼 它们同时用力推下 让鸽子轻松飞起来 另外鸽子的持续飞行能力超强 一飞几百公里都无需休息 而且鸽子呢 它好像有导航功能似的 你比方说这是它家 你给它鸽子几百里地开外 它就能找回来 而且那是归心似箭 男人不愿呆 就想回家 说它怎么找回来了 咱民间有个说法吗 叫狗技千猫技万 小鸡还技二里半 有这么个说法 鸽子这记忆力比它们强多了 我自己养过一只鸽子 四年之后 我把它送给朋友了 四年之后它依然飞回来 还回到我那个潮里 它还是你还回到了那个潮乡 就是那个鸽子 不知道它凭什么 反正能找回来 现代科学技术研究 说它是靠什么能找回来 据科学家分析 鸽子是靠最亮的自然光辨识方向 它们能记住视觉底腰 跟随气味路径 甚至感应地球磁场 来进行日常飞行 鸽子的双眼视野非常开阔 能达到三百四十度 可以直接看到头部的后方 是重要的导航和预警系统 我听说过去有人说过 多老远拿着鸽子送信什么的 你看电影里也有吗 空中这鸽子飞过来 一伸手落下来了 从腿上剪些个东西 小猪头往出一伸一个情报 这画面咱们常见吗 其实鸽子这个性能 长距离飞行 它自然就带有传输信息的特性 信鸽的核心竞争力是速度 要把信送到八十公里外的地方 一流的长跑选手需要五个小时左右 骏马需要近两个小时 而信鸽甚至用不了六十分钟 正是这样的优势 让信鸽在古代大放光芒 成吉思汗用鸽子进行过岳阳通信 凯撒大帝用信鸽传递过军事占领的消息 甚至拿破仑在华铁卢被打败的消息 也是通过信鸽传遍英国的 更独特的是北非有一个贵族 他就喜欢吃黎巴嫩那一带的樱头 结果他在那边训练鸽子 让这每个鸽子腿上双个小丝绸袋子 不大 每个袋子里装一颗樱头 然后很快的一天以内就从黎巴嫩那飞到北非 我估摸着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特块专地 还是包裹专地 所以很早就有人用这个 当然我们说用的最广泛的那毫无疑问 得说在军事上 因为在战争年代呢 你保不齐什么时候送信送不过去 鸽子这东西在空中 尤其是冷兵器时代 它可能运用更广泛 后来到了热兵器时代呢 鸽子的功能也没有荒废 速度比猎豹快 肌肉比大猩猩匀称 动作比大白沙敏捷 它们是鸽子 从头顶呼啸而过 在街头保时终日 一只鸽子一天着实 1.6万次 一年还出十多公斤粪便 落在车辆 腰相和行人的身上 它们似乎并不招人喜爱 然而在战争年代 它们却被称为战争英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 法国有个鸽子 就是军事用的鸽子 名字叫亲爱的朋友 这鸽子就立了大功了 由于它及时把信息传递过去 使相当多的法国士兵 免于死于非命 这鸽子在飞行过程当中 了不起什么 它的胸口和腿上 都被子弹打中擦伤了 当然不可能都打中 要真打中 这鸽子活不了 就只被炮火给弄伤了 甚至呢 拴着情报那条腿都要弄折了 可这鸽子愣坚持 飞了25英里 把情报送到了 结果后来还得了十字勋章 有人说这鸽子还能得勋章 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有一类勋章叫迪肯勋章 迪肯勋章是干嘛的 专门搬给动物的 就是动物给战争做了贡献 也要给它搬勋章 这是二战期间很独特的一件事 这个迪肯勋章呢 总共搬出了54枚 这54枚怎么分布的有意思啊 有18枚搬给了狗 有3枚搬给了马 有一枚搬给了猫 剩下的32枚全给了鸽子 你就看出鸽子在军事过程当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